大家好 我是Sammy 今天我很想自己和大家交代一個事 就是有關於7月份的 U&Me演唱會 這個紅館演唱會13場 將會有一個延期的決定 這個延期的決定是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自己 COVID之後 一直都是深受Long COVID的影響著我自己的身體 一直都不能夠完全恢復 無論體力或者聲線 都內不及這麼短的時間就完全恢復 因為我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在7月份完成13場演唱會 其實做這個決定真的很艱難 有很多次反反覆覆的struggle 很多掙扎 和自己內心的掙扎 和自己身體的掙扎 和自己體力的掙扎 和自己發聲的掙扎 但是 對於Long COVID對於我自己的體能上 那個影響都仍然存在 和聲音都未完全可以回復得很好 如果我勉強做這13場演唱會 最終的結果 只會是很勉強地完成了13場演唱會 而不是我做了13場好的演出 我不是做了13場好好看的演唱會 那這兩者是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我只是很勉強地完成了這13場演唱會 我對於我自己來講 第一我覺得我交代不了我自己 首先我都過不了我自己 我都會覺得是很大的遺憾 我亦都覺得是過不了觀眾 對觀眾也都很不公平 進來看一個完全不在水平的一個演出 我覺得對所有買票的觀眾都是很不公平 所以很艱難在艱難底下 反反覆覆覆想了很多次 都決定停在這裏留待延期的演出 因為無論停在這裏留待延期的演出 又說是可能做到第八場之後 我自己已經體力不計 或者聲音已經沙了 我覺得兩者都是會帶來傷害 兩者都是會對觀眾帶來震動 那我倒不如就在這裏做這個決定 留待自己在最好的狀態 才去補償一個精彩的演出 至於聲音自己在家試唱的時候 其實我想的已經不容許我去想 如何好好地發揮每一首歌 而是我如何去走著唱完一首歌 因為我於聲勢未好回來的原因 每一首歌我腦海裡想的 我如何去走著唱 可以走到好好地完成一首歌 那這個走 我是覺得是很大的障礙 如果我十三場的演出 每一首歌我腦海裡都只是想 我如何去走著唱 走到令自己可以完成一首歌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是一個應有的演出的水平 我想我騙不到自己 亦都騙不到觀眾這種的演出 走著唱 很勉強地完成每一首歌 我絕對自己接受不到是這樣的演出 我絕對這首歌